Hello,大家好,我是Vector 今天我要带你们来看一个极具特色的二手老洋房 今天非常风和日丽的早上 我们来到了Lazer Farm 绿色窗檐 今天我要带你们看的是一个 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自己风格的一个二手老洋房 今天我们就在Lazer Farm 一开始你看到这个感觉什么 是不是有一点那种欧美式车库的设计 我刚刚一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是很期待很兴奋 而且它这个unit 它是建在一个小山坡这样子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小山坡 所以我们从外面我们驾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驾车上这个小山坡 上这个小山坡 所以我们从外面看我们的这个屋子 就有一种很像 在山上的城堡 这种古典式城堡建筑的感觉 看到吗这个感觉 所以我从外面我驾车就上来 然后这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车库 哇这一款我直接被它的车库 impress 到 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我竟然找不到地方 因为它的车库是在里面的 我也不可能 这个山坡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特别 我拿进去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车库 OK它就是一个这样子 你一进来 你要开门 你车就直接进去你的车库里面 所以很有privacy 而且你可以直接进到里面 你也不需要领雨就直接进去了 OK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雷杰法 历车庄园的一个二手老洋房 它是一个 Bungro house 所以这个是它一开门 这个是它的车库 然后在一个山坡上面 上去的 我们现在去它的 正门 OK所以这边就是它的正门 在它车库的旁边 它的side garden 这边就有一点step 上去它的正门 所以我很喜欢它这个设计 因为它这边设计到很有点 很精致 很精致 它有这些石头路 然后两个step上去 才到你的正门 OK才到你的正门 然后你看它做得很高挑的 我要给你看它里面 里面也是很高挑 好我们从旁边进 好所以因为它是Bungro land 所以它四面都有地 不过它主要的地 是在它的左边跟它的后面 所以这里是它的side garden 这里是它的side garden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fence 起来 这个是去到它的back garden 然后这边它有做一点owning for它的indoor area 所以这边你可以 晒衣服或者做成你的outdoor dining 比较特别的impressive 是它后面的地 你看它后面的地 哇塞 它后面的地是长方形的 就是很 很regular的shape 你看它地是长方形的 很长 这整个unit它的土地面积 差不多是11000平方尺 11000平方尺 它的lens size 然后它的shape是蛮square的 很正方形的 11000平方尺 然后它的build outlet 是5500平方尺 它是一层半的design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长方形的 是我的话 我会拿来做bubbq pit 会拿做bubbq pit 那么如果假设 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的话 其实这边呢我可以做半场足球场 半场足球场 就是 辅射啦半场 我还可以做半场篮球场 如果我喜欢打篮球跟踢足球啦 要不然我直接做整场 篮球场都是可以的 小型的啦 OK 因为它这个shape 它这个地很大 而且它的shape很美 很美的shape 然后它上面哦 还有一点点 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上面的地有一个小山坡上去的 看到吗 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坡上去 所以这边呢如果你是喜欢landscaping的朋友啦 你做一个landscaping在这边呢 有这个山坡其实也是很美的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个游泳池 你上面做一个小型的swimming pool 一个长的lab pool 小型的swimming pool 下面是篮球场 如果是我会这样的design啦 因为我喜欢游泳啊打篮球啊这些东西 一个地方可以拿做bubbq pit outdoor的dining 啊 很好design这个地方 我很喜欢 因为有时候一整片flat flat的那个草地哦 又觉得有点 单调有点普通 像这个就很特别 然后你看它是也是很阔的啦 所以这后面旁边这整排 都是套草了的 而且有做好这个awning的 这些都是你的outdoor的一个area outdoor space 啊 所以这边是有雨盖的啦 啊后面就是可以给你design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从后面进来 我们拖鞋啊 OK 这个就是它的living area OK 它的design哦是比较 复古式的 比较 比较old fashion的 所以是很特别的design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样的设计 因为你看到它是一层半 所以你的整个客厅 是很高挑的 你看 它是one and a half story啦 所以你看 楼上的房间是在这边 所以你看它的客厅哦是高挑上去的 你看 就是它的客厅是double ceiling height OK 整个是很方正的格局 很美的格局 刚我们大门进来是在这边 然后旁边这边呢 它有一个foyer area 有一个小的foyer area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dining 这边就是我们的dining 所以你看dining也是很大的 但它放的桌子不是很大啦 可是你看空间是很大 你这边可以放一个更大的桌子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小小的powder room 有一个powder room 小小的powder room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kitchen area kitchen area 然后这个是可以给你放 冷气机的 洗衣机 sorry 不是洗衣机 冰厨 冰厨 是不是给你放冰厨 哎呦太乱了 放冰厨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kitchen area 然后这边有个小小的stor room 一个小小的stor room 然后来到这边就是我们的yard area yard area 你可以直接通去你的outdoor garden 这边是给你放洗衣机的 一个 厕所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match room 这个是楼下的一个房间 这个是match room OK是很quad的match room 然后重点来了 这个屋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车房 车库 你看它车库 哇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设计 你看这个是它的车库 所以刚刚我们从外面嘛那个小山坡 然后驾车上来吼你开门 直接驾进来 然后这边可以摆放两两车不是问题啦 好左边一辆右边一辆 OK 这是我们的车库 你一进来了 门一关 就是很像 看戏那种感觉 那种backman你懂吗 就是那种 很有钱那种豪宅的那种设计 很特别就是你进来 关门 很安全的你开门 这样子进去 很像那种garage 那种美国的garage的感觉 这个就是它的车库 OK车库 然后车库当然你可以直接通到你的garden 也是可以直接通到你的屋子里面 OK 超喜欢这个车库 以至于刚刚我在外面也找不到barking 所以很privacy 很privacy OK现在我们上二楼 OK 它二楼就是用这种 以前的这种barket的wooden flooring 跟我家用的是一样的 还保存到很好啊 它的condition 好我们来到二楼了 所以你看二楼啊 因为它是one and a half story 所以它二楼啊 就有这个长长的corridor 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的living area 这样的design啊 其实是 现在很 很扫心的 是这样的design 不过这样的design 其实是很美的 这样的design很美 你如果 自己装修一下 很美 因为你从这边你每次从你的房间下楼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楼下你的那个装潢 OK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门啊 大门进来这边也是double sitting high的 然后这一款呢 像我刚刚讲它的建筑面积是5500平方尺 它总共是有五间房间五间厕所 那么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有四间房间三间厕所 我给大家看一下common room OK 这边就有一个比较大的common room OK 比较大的common room 它是facinggarden的 facing后面的garden facing后面的garden 然后外面就有一个common bathroom common bathroom 这个common bathroom就是这两间房间会share的啦 这两间房间会share这个buff room 这个就是另外一间common room 也是很大的common room 也是facing你的garden的 所以你的garden design到怎样就很重要了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另外一个common room 但是这个是有end suite的 OK 这一间是有end suite的buff room 所以它有自己的厕所 它有自己的厕所 然后 这个房间 最后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OK我们的主人房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OK 四四方房 空间很阔 空间很阔 这个主人房它是facing前面的 facing前面的 OK 当然它用了这种frosty的window啦 所以 这种也是隔热也是有privacy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主人房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wardrope的area 这是它的wardrope area 然后这个是它的mustle buff 然后这是它的mustle buff 所以你看这个mustle buff 虽然它设计有点古典 但是它有自己的buff 它有自己的 OK你看它这个 你看 看到这个design吗 这个就是有点古典的design 那种电话筒式的 电话筒式的 OK 所以这个 Lager farm的二手老洋房bungalow unit 就是这样子 麻雀水饺五脏俱全 OK它的地最主要我觉得它这边有几个卖点 几个卖点 第一个就是 它的地很大 你看它外面的地 旁边跟它后面的地 地很阔 它这个地 因为 有很多bungalow啊 他们的那个地 它都是分布在 左右两边的后面 所以变成它的地虽然大 但是 它没有一边特别大 但是这边它大部分的地都在后面 所以它后面的地真的是很大 后面的地真的是很大 所以像我讲啊 你要拿来做半个篮球场 半个足球场 再加一个小小的睡眠铺 BBQ area 都不是问题 它地真的很大 另外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layout 是很practical的 五间房间 五间厕所 OK 你看它的living area也是很 这种大气 大气的这种design 然后是很practical的 OK 所以叻 这个二手老洋房就是这样子 怎么样 看了有没有非常的喜欢 OK 所以如果叻 你正在找的是 靠近secondlink OK 因为这个地方在Ledger Family 社中也很靠近secondlink 从这边去到我们的 Tua Secondlink CIQ的话 只需要短短的10分钟的距离 OK 所以如果你要找靠近新加坡 Secondlink Tua CIQ的 二手老洋房 然后你要找的是一个freehold OK 永久地去freehold的bungalow 然后 你要的是像这样子 非常独特的设计 有自己的专属车库的设计 还有你要超大的地 这一间它的土地面积land size 是11000 平方尺 11000 square feet的land size OK所以如果你要找的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大 设计非常美 非常独特风格 又要靠近secondlink 新加坡的二手两洋房的freeholdbungalow的话 赶紧来联系我 OK 喜欢这支影片朋友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share 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想要预知更多详情 请马上联系我 让我们来协助你 我是Victor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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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